好 開始 開始囉 嗶嗶嗶 這是桌布 欸 桌布跑掉了 對 這是桌布 今天他主題是打不倒的報名網站 我是售票題老闆 大家好 大家知道這是Lutrono 這是一個線上活動報名系統 那這基本上還有99.9% uptime 就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 對 不過總是會有一些年度downtime時刻發生 對 欸 不過今年桌布還在耶 那我來幹嘛 打廣告 耶 我講真相 沒有真相 那Lutrono是個 所有報名網站基本上都是一個低流量產業 低流量產業就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那出去打魚的時候才有東西可以 對 那跟內容網站不一樣 那個網站基本上流量穩定可以預期 那桌布跑網站流量超級不穩定 完全無法預期 對 那這是我們的那個daily visit 耶 好 你有沒有發現說 欸 其中有一些地方 比較誇張一些 好 那 基本上 剛剛那個基本上 看起來就很像衝浪 那有時候會遇到浪大一點 好 那我們有一些上一樓的瓶頸 第一個是說 我們的報名需要是Sequential number 對 所以大家要一個一個拿 然後另外是說絕對不能超賣 對 那所以一次只能服務一個人 那錢能解決的問題當然都不是問題 不過就是沒錢 好 沒錢就可以用技術力搞定 好 那先講一些黑歷史 那黑歷史就是說 在2011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台伺服器 然後Range 1G 然後1G 1G的Range全部搞定所有東西 DV-Rails 好 它後稱可以承載百人購票 那時候是什麼PPE 對 那完全沒有壓力 所以想說應該沒有壓力 不過沒想到就瞬間就被打趴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2011年的錄影這樣 對 那今天不是在道歉 好 那2012年的時候呢 我們做了很多東西 然後比方說我們有 忽然有6台機器 我們有Observant 我們有LowBelancer 但是呢 就是這個架構 好 但是 目的確定要是8點開封報名 8點07分 LowBelancer忽然沒反應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檢查完畢 重開LowBelancer 那20分的時候其實就報名完畢了 好 那基本上還算很順暢 那維基百科上面資料是錯的 誰幫忙修一下這樣 好 那2013年的時候呢 我們想說我們定個目標 就是說 每分鐘換成1000人報名 那瞬間至少留至5000個人的時候 那個正常迴避 那我們把台灣會參加的Program 都鼓進去應該沒問題吧 好 那那時候做一些架構上修正 比如說LowBelancer改成用TLS 所以呢就是 他其實就是把SSH交給後面的 就搞定了 那沒他的事 所以他Loading非常小 那後面改成Unicon 莫名其妙那個 原本是Pelancer 現在改成Unicon的時候 那個Performance好兩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因為呢 這時候呢 我們Server再度的加倍了 然後因為 因為Linol給我們東西就加倍了 所以我們就加倍了 然後 對 然後還有我們把Tablelock改成LowCar 還做一些其他小事情 所以理論值說 我們每分鐘可以處理2000個報名人 那實際結果呢 感謝CostUp的團隊 有一個就是 開放原始碼貢獻者專屬報名方案 這太棒了 因為所有滿腔熱血的人 都先拿了報 謝謝大家 好 那 不過發生一些奇妙的事情 就是說 開放活動報名前兩天的凌晨三點 就幾十個人在排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那 所以我們只好發公告說 不用帶睡帶來 這樣 那這是 開放報名前五分鐘 基本上就 像被使徒來襲打過一樣 好 那 兩點 開放報名呢 47秒報名完成 那接下來就沒事這樣 耶 但是 接著 收到廣告的抱怨就是說 怎麼一分鐘沒票 報名完蛋 搞什麼鬼這樣 這是下一個難題 那 對 那 這個是 當 那個 因為那時候正好是瞬間報名那樣 這樣 你就瞬間看到瞬間融入了一萬五千個人 進來 然後不停的在裏漏 對 那 這是 給大家看一下狀況 那 算一下 WWDC賣五千張票 然後九十秒賣完 其實Costcop就是他三分之一 還不賴 這樣 所以我們要怎麼賣 下一個數量級的票 就是我們接下來的問題 那 希望大家明年繼續愛用 謝謝大家